來自派人叫照 這樣罵我 什麼什麼 你跟我老婆很熟 我知道你很多的過去 在歐陽之前我都知道 我是捧你 我愛你 一講錯話 張淑浩差點被雕割先滴 欸 嘉賢姐你簽掉了 你果然不適合出席 這種大場面 你看看 你不要這樣亂 我在台北心理區 發現了一個奇怪的形象 在圓白的板破的圖殺場面 下面有四位姻緣在這裡撿 妹妹 讓我包啦 拿去花花 去樓下買東西 保證你把它配裝 來 謝謝快樂 這到底是什麼鬧事的畫面 由張淑浩 陳妍希 鳳小月 何浩誠主演的 《跟你老婆去旅行》 4號舉辦首映會 在片中客串的黃家謙 也到場支持 不過爭唱記者會 卻不停外露 場面超失控 聊到何浩誠在電影裡 唱歌上陳妍希示愛 張淑浩還差點被爆出 前任名單 進去教室 你看到陳妍希 然後就開始唱 就這樣啦 好尷尬 我跟你講 有張淑浩在沒有什麼好尷尬的 真的嗎 同樣的音 他會唱成別的音 你吸收一下 你唱完我們會覺得 老師要超棒的 永遠離開我 從不完美的我 你填補了我生命的缺陋 海人叫我唱 這樣罵我 你現在已經那麼紅到這樣 翅膀硬了是不是 因為我老婆很熟 我知道你本多的過去 在歐陽之前的我都知道 我是捧你 我愛你 其實小月你愛的是舒豪 是被剪成那個樣子嗎 沒有啦 你昨天晚上不是這樣跟我說的 舒豪跟鳳小月是怎麼相遇的 他們倆是怎麼相遇的 我們進醫院 進醫院 你才進醫院耶 誰要進醫院啊 你這個角度看得到他的小紅豆 OK 聽好了 說好 說好 好 阿瓜胸毛 你怎麼知道我有胸毛 我也知道 歪了 趕快回來 喂 扯太遠了啦 近身二包八的鳳小月 也與大家分享球子撇步 不過撩著撩著 怎麼畫風又乖乖的了 最近有了第二 第二拍的 這個很幸福的 未來又要再當爸爸了 幸福你到底怎麼搬到 為什麼我都搬不到 好奇怪喔 有什麼撇步嗎 因為我們都沒有計畫 不要太計畫 對 想來就來 沖冰水 沖冰水 男生要沖冰水對不對 對 什麼意思 然後這個可以收了 這個可以收了 又歪了 又歪了是不是 因為要保持那個 冰 對啊 人生我能說什麼呢 我就是很 很受到生命的祝福 然後我可以在這裡 跟大家 在世界還在這個樣子的時候 做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還有孩子們就是 陪伴著我繼續前進 然後你知道把我的生命 就是非常非常多彩多姿 然後我覺得我現在就是 必須要把這個能量 分享給大家 嗯